小慈 小慈你给我站住 你闹什么别扭呢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们直接就不合适 之前提的角力关系 我们试过了 但出现了问题 所以要及时终止 游戏结束了 明白吗 游戏是两个人玩的 凭什么你说结束就结束 你觉得我现在可爱吗 说实在的 有点咄咄逼人 可这就是大部分时间的我 大部分时间的我 固执 矫情 甚至不敬人情 根本不是你口中说的 那个一眼看过去 很舒服的姑娘 我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我没办法强求你去接受 所以我要趁早放你走 虽然你没有强求我接受 但是你单方面让我停止游戏 这也是一种强求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呢 不管成长环境 还是心理层面 我们之间没办法去 差距就是用来追赶的 打一开始我都说过 小慈 我要追你 小慈 你等我一下 你有完没完 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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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加油 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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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小慈莫名其妙跟我划分界限 我该怎么办啊 这我可帮不了你 小慈怎么想的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再不追上去 连当面问的机会都没了 有道理 我先走了 小心点 果然不是每个人的醋都吃吗 不过为什么他会对徐老师 那么有意见呢 沈青人 刺猬 刺猬 好可爱哦 小心他扎你 你看他像不像你 你看他现在生气的样子 明明更像你 你 让我看他 老师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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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也是啊 要不这样吧 我这几天呢给你买个保温箱 然后每天来喂你一次 今天的份 只有冬枣 他会吃吗 你试试 四伟 给你 我也饿了 你们俩一起吃 一起吃饭去 吃饭去 我就不去了吧 我还有视频要整理 你先去吧 好 我 吃吧 老师 我 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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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都做过测试了 最近大家状态都不错 来 谢谢 那就好 邓医生在我们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还不错 我们这个封闭式训练住的又偏 难为您要和这帮半大孩子 同吃同住这么久 辛苦辛苦 您看您说的 这次来的又不止我一个 一个辅助团队 营养团队 理疗团队 中枢神经检测团队 我跟大家比起来 这算得了什么 那好 只要您待着舒服 我就放心了 那您先忙着 我看看孩子们练得怎么样 行 那有什么事及时通知我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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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喂 丁方 你等一下啊 说吧 有什么事 上次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你 是不是没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你说了什么 离婚的事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要准备什么 你只会逃避 从前逃避现在也是 丁方 你能不能 不要每次跟我说话都假惊带棒的 是 我知道你这几年是叶峰头睡醒了 考了心理学的职称 又在网上出了好几本书 往上往下 一帮人在捧着你 我不想行了吧 这种面具你的时候 还有实际的孤独勇气 你高兴呢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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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去下 正道公司的饭局 是 倘兴 这是扩展人脉的大好机会 多认识几个行业内的前辈 就多起条路 懂吗 一定要去吗 可我谁都不认识 本来我还打算 不认识才要去认识 算了 不和他说了 毕竟只是接受上级命令 去吃个饭而已 不过一个人也不认识 还真的是很尴尬 沈老师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海湾一号 就是特别难约的那家饭店是吧 我听说他们家海鲜特别好吃 那当然 小汤 喂 徐老师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晚上你是不是也要去那边的青工宴啊 我们老板让我代表直播平台去 可我谁都不认识 所以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过去 好 我就在基地门口呢 你直接过来就行 好 客气什么呀 一会见啊 小艾 你先下去 好 你先去哪儿 你先家装 你 我来